美国都不敢击落的轰炸机 号称飞行的核弹 一次可绕地球80圈 这是全世界最持久的轰炸机 它被称为疯子的产物 一旦起飞升空 能持续飞行两个多月 绕地球80圈 它的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可以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丢下大蘑菇 做到地表无死角轰炸 它正是雄国的图119核动力轰炸机 今天带大家去看看这款 全世界最持久的轰炸机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 图119轰炸机 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恐怖的续航能力呢 答案就藏在它的弹舱上 图119的弹舱是经过特殊改造的 里面除了喝在常规的炮弹外 还安装了一台小型的核反应堆 谈起核能 我们都知道 它的能量是极其庞大的 经过计算得知 一公斤的核燃料 充分裂变后释放的能量 约等于2700吨枚 从理论上讲 米国的尼米兹核动力航母 革换一次核燃料 可以持续使用25年 如此强劲的能源 熊国当然也不会错过 决定研制核动力飞机 1955年 在熊国库尔恰托夫的指导下 开始制造一种能用于轰炸机的小型核反应堆 经过四年的努力 BBP小型核反应堆成功问世 然后图伯列夫设计局 在现有的图95轰炸机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 对它的机身结构进行了改造 来适应核反应堆 1965年 图伯列夫设计局 正式推出了图119核动力轰炸机 它的长度为46.17米左右 翼展约50.04米 安装了四台NK-12M涡桨发动机 最大的平飞速度 达到了800千米每小时 它的航程可绕地球80圈 在地表任何一个角落丢下炸弹 做到无死角轰炸 试飞中 图119轰炸机展示出惊人的飞行能力 连赫鲁晓夫都赞不绝口 在上世纪560年代 各国的导弹和防空技术水平还相对落后 大型轰炸机承担着远程打击的任务 谁家的轰炸机能飞得远 谁就占据优势 在图119问世之前 米国的B-52一直占据着最强轰炸机的头衔 可图119诞生后 立即刷新了多项世界记录 一举超越B-52成为轰炸机里的霸主 图119轰炸机一旦加入战场 就意味着地狱的降临 它能贺载约10吨的炸弹 猛烈的炮火 给予敌军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 而且由于图119轰炸机的特殊属性 世界各国不敢轻易将其击落 一旦将其击落 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图119的弹舱安装有核反应堆 遭到攻击后就会爆炸 产生很恐怖的核污染 试想一下 图119被防空导弹击毁 大量的核污染物与空气中的水汽混合 进而形成了一场黑色毒雨 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把图119轰炸机称为飞行的核弹 不无道理 很遗憾的是 如此厉害的图119核动力轰炸机 并未装备雄国的空军 这其中存在什么缘故 导致图119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这是一架令飞行员弹枝色变的轰炸机 雄国研发的图119轰炸机 拥有吊打所有轰炸机的训航能力 B-52轰炸机 B-29轰炸机在它面前毫无掩面 可是图119轰炸机 在经历了60多次试飞后 它的后续研发项目就戛然而止了 导致图119轰炸机项目下马的主要原因 是核辐射 它安装的BBP小型核反应堆 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同时也带来了危害性很大的核辐射 为了解决严重超标的核辐射 雄国设计师在核反应堆的外层 增添了多层液态金属防护罩 又在驾驶室的外面 安装了两道由牵制成的隔断门 飞行员所穿的飞行服也是特制的 具备一定的防辐射能力 并且又在机身多处安装了辐射探测器 如果不幸发生了核泄漏 飞行员第一个受到伤害 虽然设计师们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可驾驶室距离核反应堆实在太近了 核辐射防不胜防 长时间接触 会对飞行员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每次的试飞结束后 雄国的核物理学家 都会对飞行员进行全面体检 体检报告显示 核辐射仍未消除 驾驶图119需要莫大的勇气 是拿着自己的生命来操控轰炸机的 而且还会有部分的核污染物 随着图119的尾气排入到空气中 并随着空气流动而四处扩散 并且因为在图119轰炸机上 安装了大量的防射射装置 影响到了它的载弹量和航速 核反应堆是位于弹舱内的 挤占了一部分原本属于弹药的空间 相较于图95轰炸机 最大的20吨的载弹量 图119就相形见处了 导致图119轰炸机退出历史舞台的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导弹技术的高速发展 在1955年刚开始研制图119时 导弹技术处于起步阶段 轰炸机是主要的远程打击手段 可随着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的先后诞生 减少了对图119的研发探索 轰炸机的战略意义 依靠导弹同样的完成 雄国开始将精力放到了导弹的研制上 图119越来越不受重视 最后关于图119的相关资料 被封存了起来 可是图119轰炸机的出现 是人类对于利用核能的又一次探索 它的意义深远且重大 好了 关于图119核动力轰炸机 暂时聊到这里 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的请点赞加关注哦